各位好 这里是眼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 我是主播视网模 距离总统立委选举只剩10天 本台秉持着抱佛脚的精神 在最后一刻公开最真实且无情的民调 我们可以很不意外的发现 国民党获得68.9%的超高支持度 百年政党的实力不容小觑 毕竟许多选民罹患健忘症多年 却选择放弃治疗 而宋盈佩的支持度则显示 与尼菩萨的泪水多寡呈现高度相关 估计选前之夜 尼菩萨将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喝水 以确保眼泪足以让票数水涨船高 再度与第一大党国民党 来个黄金钻石死亡交叉 至于梦境党的部分 由于总统候选人政策空心 又没有阿嬷逼迫参选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究竟是躺着选 坐着选 趴着选 大家心知肚明 不值一提 央视民调经费来源不公开 样本规模不需要调查时间 与母群体不详 在68.9%的信心水准之下 抽样误差为政府6.89个百分点 1月16日不仅是大选之日 更是四年一度的抓交替日 当年满意度只有10%的贬政府 下台之后直接被抓取官 今年9.2%的领导人下台 大概也是司法缠身 被失踪 领导人绝对是抱持着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情 对此本台将朗读特别对 各候选人的民调记文 让大家一同感受 各位候选人牺牲小我的精神 并且超越时空 预袭选后的激情 以及怅然弱失 伦 你当选了 想必你也很意外 我们知道你一定很后悔 没有花心思在准备当选感言上 不过 换助不负苦心人 就算领导人 再怎么难当 也要记得阿嬷的话哦 一定要记得 坐好坐满哦 不然四年后入狱 就没有办法这样让你请假了哟 加油 蔡 你当选了 相信此刻的你 也没有多开心 因为你早就知道 选前十天 跑去国外度假都会当选 台湾现在在你的手中 中华民国的外蒙古 与西藏地区 也都在你的手中 总统府 有你玩四年 一路好走 于 你当选了 终于 不用再选一次了 感恩师傅 赞叹师傅 一哭 二跪 三业力引爆 果然是黄金组合 不过 记得去眼科做定期检查 预防肝炎症 哭与哽咽 都不能解决问题 在坐牢之前的这四年 一定要记得 微笑哟 好的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 更多新闻 您还可以订阅 央视的YouTube频道 我们再会